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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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Aki 這次來到南投浦里 這次由我來帶各位逛南投的景點 我發現在台北有直達浦里的車 那就是在台北轉運站搭乘 國光客運1832A 三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到浦里了 那如果你是住在中南部的朋友 你就要在台中高鐵站 搭乘6670日月坦線 就可以到浦里 到了浦里之後呢 你就要仰賴機車了 這邊的公車有點不方便 現在我把鏡頭轉到浦里客運站喔 浦里客運站的對面 就有很多家機車出租店 我們來問一下 多少錢 我已經租到機車了 一天是500元 晚一小時是100元 我們先到第一個景點 廣新紙聊 我已經到廣新紙廠了 早期埔里是造子重症 隨著時代的變遷啊 產業的外移 現在已經轉型為觀光工廠 在這裡你可以DIY屬於你自己的紙 現在就隨我一起進去裡面 體驗傳統記憶吧 接下來我們就邀請到廣新紙療的導覽員 安南為我們介紹廣新紙療的歷史啊 還有一些特色 那我們先從這邊走 我們先了解這個 安南老師先到我到文化館 這裡存放早期製作手工紙的用具和作品 製作手工紙需要三種原料 水、紙漿和懸浮劑 而以前這一台是早期的超紙機 放置好竹簾 撈起原料平行搖晃 當纖維平均分佈在竹簾後 就形成一張手工紙了 安南老師先跟我解說 手工紙的製作流程 到時候就要我上場製作一張手工紙囉 接著安南老師帶我到原物料區 看著架上各式各樣的樹皮 讓我想到樹木就這麼一顆一顆不見了 安南老師卻說這是不對的 手工紙只需要一部分的樹皮 是不需要整棵樹木的 反而是機械紙才會把整棵樹的木心 放到機器裡攪碎 製造出生活用紙 如書本、衛生紙等 而且最讓我意外的 手工紙的原料可以是洋蔥外皮 攪白殼筍、稻草等 這些農作物不需要的部分 再回收利用 這是什麼啊? 樹皮 樹皮 對,它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樹皮 卻必須放入後方的打漿雞 打漿雞之後還有別的大型的果子 這樣把纖維分散、攪散 最後分解到比頭髮還細的程度 那就是紫漿喔 現在我們來到手作區喔 阿等等我就實際做一次給大家看 首先先把竹簾綁到台上 後面先搖晃 好 再來 一手 一面 他用它 一面 把他把它搖晃 很靠 那其實是可以的 哇 好大 這個是我做好的紙 現在我要開始壓直了 壓 轉方向啦 這就是我壓好的直了 那我現在去烘乾 好的 現在我的紙烘乾了 我現在要把它拿起來 看我怎麼拿吧 現在已經烘乾了 我要用傳統印刷術 把圖案烙印在紙上 現在已經烘乾了 我要用傳統印刷術 要用傳統印刷術 現在要用傳統印刷術 我們現在要用傳統印刷術 要用傳統印刷術 可以嗎? 可以嗎? 那現在安蘭老師準備了茶點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那這是可以吃的菜籃籽 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吃吃看啊 這個感覺好像很棒 我在吃籽你會感相信嗎 這真的是籽耶 我們其實只要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今天喝一下紫醋的口味 放進去之後 那我們再加入這個熱水 把熱水泡進去 我看到顏色開始出來了 有有有 紙片就會慢慢浮在上面 我們等它泡個五分鐘之後 味道都散出來了 關於廣新治療的營業時間 還有收費的方式 那我們呢 就是基本進場的 就是要收五十塊的入場門票 那可是那張門票可以提消費者的 這是你來報名DIY 或是買紀念品都可以做使用的 對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的DIY的就是進來之後 你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參與 那我們就是那個DIY的話就是不同的 DIY有不同的時間 然後還有不同的收費 那就是到時候可以留一下我們官網 就可以看得到 了解 好我會把官網附在我的說明欄上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點台看一下喔 今天廣新治療的造職體驗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覺得這個體驗真的很棒 你可以帶你家的小朋友來這邊 我覺得是寓教餘樂 可以玩得很開心 那也讓小朋友知道 以前早時候的人造職是多麼的辛苦 那在這裡謝謝安南老師 為我們指導 謝謝 謝謝你們 結束廣新治療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到桃米休閒農業園區 到埔里有兩個地方一定要來 一個是紙教堂 而另一個就是尼辣巧克力觀光工廠 現在就隨我一起去看有什麼好玩的吧 走囉 這裡就是尼辣巧克力觀光工廠 現在就隨我一起進去看有什麼東西吧 尼辣巧克力觀光工廠是不是很好玩呢 你還可以租衣服小色扮演喔 我會把相關的資訊連結附在說明欄上面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 現在我們到下一個桃米農業園區去體驗 各位今天來到百香果園 等一下我還會去束湖桃園體驗農作的部分 這是桃米休閒農業園區服務的一環 等一下會由我們的李班長 帶領我去栽採百香果的部分 現在我們就開始體驗囉 在上面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來來取出這個百香果呢 一定這樣像這樣把它撥到旁邊 撥到旁邊 你看像這樣把它撥到旁邊 其實它旁邊這個掛網 它還有鍋子 是可以直接再把它弄低啦 那因為小朋友的話 有時候拿不準備把這個網塊弄掉 我們就這樣就可以把百香果園出來 有沒有看到 就這樣直接拿就可以了 對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拿看看 對對對 就直接這樣拿就好了 那用手大拇指跟食指 好來這樣用力捏一下有沒有看到 哦 捏一下它是不是破了 是 破了就直接這樣 撥開 哦是不是 大拇指 捏一下 這邊捏 對 捏 對用力 哦要用大力一點沒關係啦 對對對 害怕它就直接爆開 不會不會不行 噢 這樣就可以 這個酸度剛剛好 不會酸到就是說 撕不下去 對對對 所以我們 我們這個 協會呢 推像這種 柴骨的行程 其實蠻受親子團體的那個 了解了解了解 對 真的有時候有時候 假日帶小朋友過來 對對對 然後讓他們也體驗一下 那個 就農作的部分 對 而且可以你看 親近泥土 對不對 讓他知道 哎呀泥土呢 是 哦 這種分光 對對對 超甜的 對 其實它不是葡萄 哦 因為它長在樹幹上嘛 看起來就像葡萄一樣 就是跟蓮霧啦 跟 哦 跟 芭蠟 芭蝕柳 是同一棵的植物 啊 可能是跟葡萄沒有關係 只是看起來很像葡萄 所以我們暱稱叫 樹葡萄 那一般它這邊的 後面的這一些 平均 都是24年 25年 所以它要 從小苗 要種 七八年以後呢 它才 會陸續再生 但樹葡萄 這種水果呢 要現吃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說水果攤 奇怪好像沒有在賣樹葡萄 對啊 為什麼 很少 我很少在水果攤 遇到 他們絕對不賣樹葡萄 為什麼 因為它 魔力以純化 因為你 採下來 換個 這兩天可以 第三天開始 可能就開始花巷 這裡就是樹谷桃園區 可惜它不是盛產季節 要在三四月的時候來會比較好 我在裡面沒辦法做太多的體驗 不過我又找到一兩顆成熟的果子 吸起來真的很甜 如果你真的想要體驗農作的部分呢 我會把桃明休閒農業園區的網址附在 說明欄上面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像比如說 門票兩百元 在裡面 你可以吃到飽 盡你所能 盡你可以採多少 吃多少 好現在我們就到下一個景點 指教堂囉 最後我們就去泡湯囉 天泉溫泉會廣 完了一整天眼淚囉 現在來到了天泉溫泉會廣 在我身旁的是天泉溫泉會廣的 Lala 大家好 為我們準備了這一桌豐生的菜 請Lala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豐生的菜啊 像我們樸里啊 比較有特別的就是這個玫瑰花 嗯 就是這個玫瑰花是我們在地栽種的 那就是做那個角白水 就是美人腿 這個是美人腿的一個部分 美人腿 台灣的這個角白筍的產量 總產量85% 都是產生的那個角白筍 重點呢這一套 都是用溫泉水下去做的 所以不是用自來的水或者是一般的水 對不是用一般的水 像我們家的這個溫泉水是這樣 我們是深達1500公尺深 去抽取出來的這個溫泉 抽取出來就可以直接用嗎? 我們當時有經過家藥大學去研究說 我們這個溫泉是可以喝的 並且我們開發了這一支溫泉飲用水 這是全台灣唯一一支可以飲用的溫泉水 像這個溫泉水在各大的量販店都可以買得到 請問一下Lala 這一桌菜啊 我住房的時候就有供應了嗎? 我們這個菜是溫泉養生菜 那如果我們呢就是住房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我們的這個櫃檯人員呢說 可以就是讓他就是來運購的一份 我們這個這一餐呢這個餐點呢是600塊錢 我請問一下那我住房啊有付什麼呢? 像我們住房呢我們都會付這個自助式的早餐 那我們呢像我們錦鄰日那個鯉魚潭 那我們就會送這個鯉魚潭的這個乘船券 乘船券 也就是說我拿這一張券我就可以去 不用再額外付費 對不用再額外付費 那就可以到我們的鯉魚潭呢去採這個天鵝船 來住宿啊我覺得最想要知道 因為最近政府啊像下半年秋冬旅遊住宿 有補助的政策 那天泉溫泉會館有適用嗎? 有我們有適用 而且再來我們有更有一個東西喔 是溫泉券 政府推卷的那個溫泉券 那如果說溫泉券就是 您可能到別的地方就住宿了 那可以來我們這邊享有免費泡溫泉的一個部分 哇這樣聽起來就很棒 我來這邊有享有政府的補助 然後就房價相對我就可以比較親民 來享受天鵝溫泉會館所有的設施 然後也有早餐也可以有大眾池 好的我們感謝阿拉為我們詳盡的為我們解說啊 我會把天泉溫泉會館的官網放在我的說明欄上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點來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要用餐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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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湊牆 看到這間影片的朋友又浮囉 你只要透過電 систем提房 講到一句通關的 Aquí1.6 The 2018 你就可以從基本的精緻雙人房 升級為天權套房 就是我目前所在這一間 這兩斤的價差1000元左右 盡快重塑喔 其實在埔里有很多景點喔 而我這次所逛的景點呢 就給各位參考 下次你們來到埔里的時候 就知道去哪邊玩了 我會把今天所逛的景點的相關資訊 都附在說明欄上面 你有興趣的話就可以點來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多多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記得訂閱和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訂閱 ImpfKids 分享給你的影片 你就會看成功 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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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